有11年洗肾病史的蔡女士身体几乎没有排尿功能 有一天突然大量血尿 吓得她赶紧就医 检查后确诊为尿路上皮癌 医师说这个癌症与长期洗肾高度相关 可以说是台湾的另类新果病 洗肾久了其实尿液的就等于是没有尿液 那所以尿路上皮的一些细胞它就比较容易癌化 它没有办法把那些上皮排出来 第二个有可能是因为它洗肾的原因 接触一些马豆磷酸的中药 或者一些来路不明的药物 蔡女士原本就丧失排尿功能 为了解决癌症转移和复发风险 决定动手术摘除泌尿系统 以往传统手术必须从胸骨划开近30公分的开口取出器官 而达温西手术只需要开5个扫动 手术与复原时间都大幅缩短 我两三天就可以下了 但是不是很好 这些一样也要找的 医师指出洗肾病人 罹患尿路上皮癌的几率 是一般人的40到60倍 最关键的症状就是血尿 其次是伴随腰痛 疲倦无力 发热倒汗等等 一旦出现这些症状 就要尽快寻求医师协助 乃新闻李明华台北报导